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身材发出热烈的尖叫与欢呼 而对于健身这个话题 模特儿出身的高一祥更是有不少干货要同大家分享 当天他还向魔都的粉丝朋友们安利了一套新的健身方式 并为此配备了自己专属的歌单 其实我的歌单里面有包括很多种类型的音乐 包括嘻哈 包括爵士 包括大自然的音乐 甚至就是摇滚音乐都有 然后我觉得这么多类型的音乐可以带动不同的运动 那其实我常常在健身房举重的时候可以听比较嘻哈一点的 然后甚至就是摇滚音乐 那如果是在做一些瑜伽或者是在就是伸展拉筋的时候可以听比较书琴的 甚至就是R&B的那种歌都可以 会让你解放这个就是休息的或者是解放压力或者休息的时间 可以让你好好的胜在你的身体 当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就是不单是在这个健身的时候 我在拍戏的时候也是会听音乐的 就是可能有一场戏需要一些情绪 可能要流泪之类的 我会听歌然后带动我这个心情 然后我准备去拍戏这样子 原本以为是运动性男神的高一翔 私下里却是这样一个热衷于让音乐充斥自己生活里的男生 虽说音乐偶尔能帮助演员们更快进入情绪 但拍戏上遇到的千万种困难可不是光听歌就能解决的 现场高一翔谈起拍摄彩虹的重力的趋势时更是直言 演教授对他来说太难了 近况就是刚刚拍完了一部电视剧叫《彩虹的重力》 那这部电视剧是之前我拍《遇见王丽川》的同样的这个团体 然后作者也是一样的 然后制作人也是一样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剧跟《遇见王丽川》是不一样 那我也是觉得第一次担任这个教授 是蛮挑战的 因为教授是需要懂很多文伦跟这个 我的中文不是很好 所以在演戏的时候是要撞很好的 所以有很多台词我都很有困难 因为他在讲课的时候是必须要了解很多文伦 然后了解很多文化 甚至很多成语他是从 就是不用看书都背得出来的那种人 所以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觉得刚刚拍完是解放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好不容易完成了拍摄任务 高宇翔自然是如释重负 不过这也不代表他即将迎来自己的年假 趁着好友健身房新建开业的机会 高宇翔也为自己的服装品牌打起了广告 我做出的这个品牌会可以消灭掉任何问题 那我的品牌叫YOU 那其实已经在开始在run了 那我明年的一月会正式的宣布给大家 那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工作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花两年多的时间去筹备的 所以希望之后品牌出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关注一下支持一下 那就期待一下高老板的经营成果啦 小牌报到